他說 終於我是神 我將我的不信仰的利益 好 那這一關我們一開始的速度要非常快的 選擇20個訓練成活物 是按住Ctrl鍵然後點到 各個宿舍裡面 剩餘的 是6個人訓練成 傳教士然後利用你的法術 將各個祭司打死 再來差不多紅色就會來攻擊 那我們先用龍捲風樹 捲掉他們的房屋 然後他們要進攻了 那個火風包在 運作的同時 也對黃色的 我武士訓練贏 好 再來黃色要進攻了 好 再來黃色要進攻了 使用 催眠樹 好 再來 我們的集合地點 三發都放 然後黃色的祭司 好 現在不管他 接下來綠色會一直 向我們的地方發展 趕快使用 遺山田土樹把他們的地 給 這個路 給切斷 那你可以繼續使用 那你可以繼續使用 閃電樹來 啊 好 我們來討要黃色部落的 祭司 好 這樣他們暫時沒辦法 好 這樣他們暫時沒辦法 好 再來打開閃電樹 全取八位 全取八位 全教師 好 我們要小心 黃色這個時候 好 黃色又會攻過來 但是我們的 防禦應該是 足夠抵禦他們了 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 把祭司 給 打下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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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有一發 這個魔法護盾術 我們就可以指派我們的傳教士 有一密鱊 打下水 打下水 민 ems 黃色祭司可以單純用衝擊波數打掉 綠色已經沒有辦法發展過來了就不用理他 綠色也不會主動攻擊我們 把蜁蜜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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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蜜蜇 然後去嘛 好 用你的閃電術稍微輔助一下 好 黃色又要來了 好 黃色又要來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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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們缺了一些服務室 繼續補 繼續利用你的閃電術 打掉還好著的房屋 尤其是塔裡面如果還有人的話 好 紅色滅了 傳喚所有你的火武室跟傳教室 到紅色接黃色的那條路上的路口 同時呢 你必須要再訓練15個傳教室 20個武士 20個武士 好 塔裡面沒有人 好 稍微放上擊發 好 然後進攻 然後呢 你同時可以再把祭司 好 好 謝謝 快點 兩千 快點 OK 走開 那黃色應該也很快就會滅了 走開 再打開沼澤樹 沼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把他的回復 好粟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 先集合到黃色部落這邊 我們要先來做一件 這關的巧技 那因為這關綠色很呆 全部的士兵要集合都會集合到 祭司塔的下方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特性 多放幾個沼澤 吃幾個喔 對 稍等一下 我猜你 哇 OTENG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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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是4發 咳 咳 咳 那我們要怎麼讓他們整個 營隊 他們整個這個部落 在祭司塔下面集合呢 那很簡單 我們召喚若干 一個火武士去 可能要犧牲掉他們了 非常 放 放 去修羅 算了 同時使用你的 腐蝕術 好 他們要集合了 精彩的來囉 哈哈 全都死光光囉 好 現在你可以 勇敢的 一進攻囉 下 好 好 用火 AM! pakai水 pain aaah И 豆腐 豆腐 快走 好 咳咳 他不是,他不敢 走 好 剩誰 這個嗎?這個沒人啦? 還有誰啊? 喔喔,這裡 好,過關了 好,那我們 上帝的瘋狂致詞就全部都過關囉 耶